有人说讲 那那事儿啊 快想撒你觉得感觉到好多的吗 是 我那事儿我们还是很大的的 我跟你说 朋友们时间搞真快呀 今天我就要去做示威了 好期待看到宝宝的样子 看到我肚子一天天长大 虽然很疲惫 但是也很幸福 我都把这个孕妇可穿起了 深深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大太阳 当当当 看我今天穿这身好 休不休闲啊 我运气不下穿孩子 就随便乱搭 没想到还挺可以的 还是在我自己搓穿他买的 花了几十块钱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就是一件防晒以后一个大地背心 我选的粉色的 因为有很多颜色 但是我想 快晕好 容易变到 我就把一个粉色的装上冷 主要是身上天气这边热了 穿防晒也两块一防晒 我感觉我这身好 现在身材要是我现在手的发好 不仅穿的还挺好看的 主要是我现在会包包了 下面看到又有麻烦了 像你们就可以去我出床拍 还好你们船上应该比我这个鱼包好看 因为你们少了 而且现在天气热起来了 兔兔 兔兔 我带你去上厕所快点 半天你在我的床底下 走 我带你去上厕所吧 哇塞 今天好热呀 他不敢出去 兔兔快点啊 太热太热 兔兔快点回去了 好热呀 我刚刚在路上 你又给我等一下 等一下 我忘了不好 我找个忘了好的地方 给你打四瓶过来嘛 我这会儿有时间 嗯 好 我老妈又跟我打四瓶过来了 刚才两个聊哈天 反正一天不聊你 不想他也要跟我拍啥子 人生打到你 这这儿往后应该好心 我老妈打过去了 咋半天没翻译了 刚刚才挂心 咋不接呢 咋给他飞一个 刚刚流浪沟上来 你又有啥事 有啥事 我还以为你又有啥事情跟我说了 搞得我精彩兮兮兮的 咋子 我看你那天拍视频 有人说 我讲 拿了四瓶块钱 你觉得感觉到好多 多么啥 哎呀 这个事情他们都说都说了 这个事情就过了 妈呀 我现在都不想去纠结这些事情了 我看他那些是 你见过四爷妈叫洋葱 觉得四瓶块钱 采得好大那种 我在乎你拿这个四瓶块钱嘛 我要去说这些了 妈呀 我都不想去纠结了 男的去纠结了 现在主要是以开心为主了 我的四二瓶块钱是扣得来的 我跟你说 我并不是在乎你那个四二瓶块钱 有些事情不好说的 那么说的 嗯 我是 是 我讲的话 你是稍微听我的话 我可以倒那四二瓶块钱 我都不搞 你这个锤子是 不一样 小小的 他的意思是就是 我留了十二瓶在娘家 他们意思是就是说 你们把那个钱给吞了嘛 然后意思是 你们就没得 啥子 就是说权力再跟我要 那些养老会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说话 真的是很搞笑的 我说的说 我就有点想不通 但是这个事情 我已经过去 我不想纠结了 毕竟我们自己无头的事情 我们已经了解了 怎样是讲这些人呀 这些人 那么就说呢 不晓得了 这些人 不知道这些情况 就不要乱 才也乱说 小小的 他跟你那个评论 我他期待很 我跟他说 清 好 有的 我跟他说 他得满意 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呀 是不是嘛 是不是嘛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那个业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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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小点 好了 我注意 注意身体 哎 过了 好 拜拜 拜拜 就这个事情 我都不想去救救 我觉得一家人开开心心最重要 就像我妈说的 一家人开开心心最重要 我妈他也说了 她说这个菜里来 他们是不会要的 只是暂时行人先帮我们拿到 以后我和 我老公 就是说 想要做什么生意呀 或是经常有什么困难的话 他们会第一时间 把他12碗菜里拿出来 他现在实际上 因为我们留一条红楼 这个 服务的良口流星 你们能懂吗 我感觉我老妈 他时刻在关注到我们的情绪 他就说 喊我不要去跟别人计较那么多 别人毕竟跟我们不是在同一个 我们也想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 我老妈说 你家人只要开开心心 过好自己就行了 不管是在婆家 还是在养家 都要做到 小金说 我服务 我相信这一点我做了 现在我一开心 因为走现在还有几天 就可以看到我宝宝的模样 现在很都开心 我的胸口